究竟多离谱的画面 能把将训犬师都吓到一秒钟花容失色 只见女主人光速推开嘉宾冲向厕所 精准掏出一个水瓢开始给自家狗接尿 她做得太自然以至于嘉宾都傻眼了 三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夸她真是善良 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女主人得狗接完尿 居然还要端上来让他们看一眼 这一下所有人都绷不住了 虽然自打节目开播以来 各种奇葩主人和骚操作数不胜数 但真的拿狗当亲生孩子来养 还得看这夫妻俩 工作人员上门拍摄时刚入深秋 室外再怎么冷也就穿件外套的程度 可奇怪的是女主人明明在家 却要离三层外三层裹的根入了冬一样 再看向空调显示屏的数字 居然开着18度的冷风 我们其实是疲惫的疲惫 所以我们都会有更加热 我们都会有更加热 我们都会有更加热 这条身体胶弱的拉布拉多今年七岁 在家排行老大 为了照顾他的一国民体制 家里全年室内温度不能超过二十 从三月开始到十一月都得空调降温 而且冬季不能公暖 反倒要天天开窗散热 没办法两位主人也只能迁就 宁愿自己穿着棉袄戴着帽子 也不想让家里的狗挠来挠去遭那份罪 这种完全以狗为中心的生活 不是人人都能理解 但好歹冷了热了都是内部问题爱不到别人 这次夫妻俩给节目组写申请 主要希望训犬是帮忙解决的 是他们家第二条拉布拉多的问题 老二今年六岁是只公狗 和老大相比活泼了不止一心半点 怒至当天大门刚开 这家伙迅速冲出来给了工作人员一头锤 随后顺着楼梯就想往下跑 好在节目组的设备堆满了拐角 外加上三个摄像师围堵 再搭配女主人的临时引诱法 才总算是勉强把狗赶回了家 不过回到家里并没有让事情变得轻松 而是慢慢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因为大家终于发现 女主人好像比狗忙活得更欢 好不容易所有人都进了房间 开始布置监控后 大家才见到那个引发家庭矛盾的新成员 一只三个月大的奶牛猫 差不多两个月前 女主人在楼下花坛捡到了这只猫仔 当时她后背有一道很深的撕裂伤 皮肤病也相对比较严重 出于好心 她把小猫抱回来养了一段时间 没想对方求生意志相当强烈 很快就恢复健康并且住了下来 不过这位新成员的加入 似乎让身为二哥的拉布拉多非常不满 现在安全起见 猫咪被单独隔离在衣帽间生活 两位主人自和拉布拉多一起 在客厅吹冷风住着大型的人类狗窝 而女主人已经在这段时间 练成了满级的声东击西大法 她每次进屋给猫猫送饭前 都会捏一块零食在小狗面前晃晃 确认对方上钩后往远处一扔 再趁机开锁进屋一气呵成 不过每天这么来来回回 难免会发生忘记上锁的情况 而一旦被拉布拉多抓住机会 她绝对要进去看看藏了什么宝贝 其实过去两个月里 夫妻俩也有尝试各种方法 让拉布拉多跟猫猫打好关系 她们每天晚上都会打配合 先由男主人转移狗狗的注意 女主人在趁机进屋将奶猫抱进怀里 想着也许双方多熟悉熟悉就能适应彼此 但看公狗的反应可能性基本为零 至于拉布拉多讨厌猫这个情况 女主人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因为每天外出散步 都是她最头疼的日常工作 由于女主人上了年纪还有点低血压 光靠蛮力肯定拼不过这个大家伙 所以她每日出门必备三件套 护怀 护腰 外加防滑手套 但是即便做好了全套保护 对于控制这条狗的帮助也并不大 从出门那一刻开始 就不是人遛狗是狗遛人了 问题一方面在于拉布拉多不走人道 专门往击脚嘎拉里钻 另一方面是谁也不知道 女主人为什么会拿那么多东西 仅仅是出门六个狗而已 她竟然背了一个包 还拎了一个袋 明知自己力气不够 还敢单手牵狗 过程中碰到其他养狗人都躲着她走 六狗中途经过一个路口 拉布拉多突然盯着某个方向冲了过去 拖得女主人都快跟地面形成120度角了 却始终没有腾出另一只手去拉着绳子 最终她被带进了草丛里面 也看清楚了这条狗正在追捕的目标 好不容易借栏杆稳定住身形 没走出去50米又看见了第二只猫 狗就这么一路拖 女主人就那么一直跟着跑 硬生生把机动车道走出了自家客厅的感觉 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表现 在其他人眼里会是多么可怕 完全不在生意自扸的物团 非常严重的物质 对吗 啊 如果在家里面 就在家里面 我会很辛苦 但是我身体很辛苦 我心里很喜欢 如果在家里面 就觉得很喜欢 女儿和尼尼 里尼尼 都在一起 共产 我会努力地 好好地生活 虽然整条视频看下来 这只拉不拉多 不是问题最多的 捕食性也不是最严重的 但这家猫和狗的体型 还有年龄差距绝对是最悬殊的 如果换成幼猫跟幼犬从小一起长大 他们就会有充足的时间来学习彼此的沟通方式 可现在这种情况 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无法挽回 所以节目组先派三位嘉宾上门看看 深入了解一下公狗的性格到底怎么样 此时另外一边 女主人听见门铃声赶紧爬出被窝 着急忙慌地跑来开了门 结果又差点被狗钻了空子溜去外面 幸亏男嘉宾顺手一接抓住这个大家伙 不过紧跟在后面的女嘉宾倒了没 直接被拉布拉多躲在墙角 不交出帆布包绝不松嘴 从狗叼走背包到女主人追上去 再到狗狗甩开主人在屋里跑酷 她好几次明明能控制住狗 却就是不弯腰去抢嘴里的包 后来还是女嘉宾主动说散了吧 一行人才腾出空坐下 仔细聊一聊先前提出的问题 考虑到有客人拜访 女主提前把痣了关了 导致室内温度稍微回升了一些 谁知老大立刻就有了反应 开始在垫子上乱蹭乱抓 好像全身都痒得要命 没办法大家只能重新打开空调 在寒风呼啸中继续聊天 这下老大是消停了 但老二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受到温度影响 他先是扑到另外一位嘉宾身上不肯下来 接着又咬住人家的外套不愿松嘴 可衣服毕竟不是帆布包 女主人也不敢马虎赶紧把狗拽了回来 于是拉布拉多顺理呈张玩起了主人的衣服 就那么拱在马甲兜里又啃又咬 主人却完全没有阻止的意思 出于好奇男嘉宾问了句不生气吗 万万没想到对方甩给他六个字 便宜货 没关系 就在大家聊到信头上的时候 女主人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她迅速推开嘉宾冲向厕所 精准掏出一个水瓢 开始给自家狗接尿 动作自然到三位嘉宾和训犬师都傻眼了 在场三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夸她善良 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女主人得狗接完尿 居然还要端上来让他们看一眼 这下所有人都绷不住了 离开前 大家提出想去小房间里看一眼猫 顺便观察下拉不拉多的反应 于是女主人和上次一样将奶猫护在胸前 但跟鱼卢不同的是 门前多了道安全护栏 不过就在她准备出去的瞬间 公狗又一次扑了上来 并且在遭遇拒绝后开始发火 了解到现在需要的信息都差不多了 嘉宾们就起身告辞回了演播室 而进屋后大家感慨最多的一句 就是那个家简直比外面还要冷 而且通过观察可以看出 目前家里的问题不只是猫狗共存 而是猫狗 还有女主人三方面在相互影响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女主人觉得没有问题 她认为自己活得很幸福 愿意为狗做任何事情 并且觉得这样活下去很好 所以根本不能用正常训练的角度去评判 双方交换这短短十来分钟 女主人迫于寒冷又一次躺回了被窝 然后等将训犬师敲响房门 又是一样的兵荒马乱 搭配上一只差点钻了空子的狗 好在她看过两遍已经早有预料 侧着身子近来没给对方留任何可乘之机 进入房间后 她第一时间体会到了 刚才嘉宾为什么会冻成那样 这个温度似乎真的让老大非常舒适 没一会就趴在床垫上睡着了 但是就在俩人聊天过程中 老二却偷偷干起了坏事 她溜去玄关叼走了训犬师的鞋 可惜被正主及时抓到没能得逞 不过真正让训犬师大开眼界的不是狗 而是女主人接下来这一套训话 对方这幼儿园哄孩子一样的教育方式 确实让她有点无从下手也无从接话 这屋里18度的冷风吹拂 也真的是让她有点坐不住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 只能少聊天多办事 抓紧时间让女主人把猫带出来看看情况 当对方跟上次一样 迅速丢出零食在趁机开门时 狗狗确实被转移了注意 但她很快就吃完冲了回来 不过训犬师早有预料一脚截住 看完猫猫的状态 又在心里衡量了一下拉不拉多的可控度 训犬师感觉差不多有数了 两人重新回到客厅 她默默盘算着下一步的训练计划 没想女主人那边又因为小狗安静趴下 开始了第二轮表演 二十分钟后 女主人终于穿戴好自己的三件套 背着包牵着狗出了门 这次她右手什么东西都没拿 两条胳膊一起使劲 却还是控制不住拉不拉多 训犬师在后面喊了一路慢点慢点 女主人就被拖了一路也没能成功减速 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直接叫停 从怀里逃出刺激链干净利落给狗换上 然后向主人展示了一下正常的遛狗姿势 四打刚才疼那一下 拉不拉多就有点害怕训犬师了 她越走越往女主人身边偏 被强行拖回正轨就默默眼神求助 可惜暗示了半天也没个人拯救自己 于是狗狗心意恨开始当众耍赖 但绳子握在训犬师手里 必不可能让她得逞 太痛了 在训犬室的控制下 这一路都很顺畅很平稳 拉布拉多没有在暴冲 也没有过分关注除主人以外的东西 不过走着走着江迅却察觉到 旁边的女主人好像并不开心 她一直在关注脚下 生怕走得近了远了碰到踩到小狗 然后总是想要跟狗搭话 即便自己已经叮嘱过 频繁和狗说话会加重对方的不安情绪 而感受到这些后 两个人在公园暂时停下 训犬师允许女主人换上胸背 再用自己的方法控制拉布拉多试试 结果走出去没20米 这家伙就现了原形 安全起见 训犬师立刻拴上刺激链辅助控制 然后非常郑重地告诉女主人 拉布拉多现在这种行为 完全不是想和别人交朋友的意思 所以不要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摩狗 觉得狗想要交朋友 那是对别人家宠物的不负责任 而经历过刚才那么一出 女主人也不敢替刺激链疼不疼了 当训犬师把绳子交给她后 对方稍微适应一会就能控制得相当熟练 再也不用忍受出门被拖着走的痛苦了 绕公园走完一圈 两个人回家准备做最后的教育 训犬师让女主把猫猫带出来 自由活动就好 不要限制范围 而她负责抓紧拉布拉多 强迫对方转移视线 但让训犬师没想到的是 这只奶牛猫胆子还挺大的 好几次想跟在拉布拉多屁股后面 吓得训犬师赶紧把狗牵走 不过这么溜达过几圈 能明显感受到狗狗的目光友善很多 先前是眼睛鼻子脑袋连成一条线 现在整个身体都很舒适放松 之后女主人和丈夫也要这样 经常带小猫出来放放风 熟悉一下家里环境和两条狗 同样要有一个人负责控制 让拉布拉多习惯和小猫的共处生活 这样坚持一段时间 好奇心自然而然就会下降 但是相对的 她也有一些话想要嘱托 母亲也有点想要嘱托 那你知不知道 这三个人都要一起生亡 就是想要嘱托 这两个人是 这两个人可能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有互相互 但是这位女生 她也不太好 但是妈妈也不太好 这变成了 他们可以比较高兴 他们更加凶了 训犬师之所以说这些 就是希望女主人能稍微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 理性一点养好自己的两条狗 但她没想自己话音刚落 背面就嘀嘀咕咕地说着出大事了 再仔细一追问 差点没给她气晕过去 本以为明知狗讨厌猫还养猫已经是极限了 训犬师怎么都没敢想女主人还要养第四条狗 对方一边嘟囔着可怜一边抹眼泪 训犬师却半句话不想说直接喊嘉宾下来 随后就抱着全一言不发 看三位嘉宾游说女主人别养第四条狗 且不提老二的攻击性问题 就家里目前这18度的室温 猫和人都承受不了 还要带一条8岁生了皮肤病的狗回来遭罪 现在猫的情况当有好瞄头 再领回来一条狗出现更大的问题怎么办 这些话句句在里 训犬师却不知道女主人有没有听进去 她最后唯一能帮对方做的 就是给自己的兽医朋友打了通电话 询问对方这种皮肤病 是不是真的必须保持低温才能缓解 但对方给出的答复却是 相比于控制温度 调节饮食效果会更好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新出的抗过敏药物 休养好的话 基本一到两个月就能停止搔痒 大家都希望女主人能更多专注眼下 不要问题还没解决 反倒越积越多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从女主人后续传来的视频看 确实有按照训犬师要求 每天夫妻俩配合着一个带小猫丸 一个牵狗帮助她控制好奇心 而在刺激恋的帮助下 现在女主人出门也不需要什么背包夹肩带了 独自一人也能安安稳稳地控制住狗 不过回看这一整期节目 我估计将讯都无语个八百回了 完全无法跟女主人同频 交流不到点子上 我都感觉这期是在家交流最少的一次 当然也不排除家里太冷冻的不想说话 而且就收养猫猫这件事 只能说女主人真的是圣母心泛滥 不愿意送养非要留在家里 也不考虑温度环境和不合适 只能说这次多亏了节目组帮忙 但希望女主人少往家里再捡猫猫狗狗了 就主值得感谢 但有更合适的送养家庭不是更好吗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